Hello,大家好,之前SHE.com送了幾個Sophina Primer Vista系列底妝產品給我試用 等我試用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裡面有幾個產品 第一個就是Primer Vista Moisture Coat Base 就是它們的修護保濕精華底霜 另外有粉底液就是它們的油亮持久粉底液 另外還有這個粉餅和粉餅盒 這個是限量的 裡面就是它們的油亮持久防曬粉餅 其實我用了產品都幾天了 我就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待會我講的時候我就會放一些照片用在臉上給大家看 這邊我就用了它們的Liquid Foundation 而這邊我就用了它們的粉餅 不如大家一起看看效果和我的感覺 先說它的底霜 它的底霜裡面有保濕的成分 而且它的主要功效是防乾燥和防防粉 如果你是乾淨的皮膚我就覺得適合 但如果你是油性的皮膚 因為它始終沒有控油的效果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你了 其實擠出來的感覺就好像一個Lotion 你慢慢推開的時候 有點覺得它好像變成一個精華素的感覺 所以使用了它都感覺上挺保濕的 讓皮膚吸收完之後 再摸一下皮膚就覺得真的很滑和很滑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感很貼面 你真的感覺到有一層東西在 但不會過黏或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乾性皮膚我都會推介這個 但如果你是油性皮膚怎麼辦呢? 其實Sophina還有另一隻Base叫Long Keep Base 那個我就大概兩三年前用過 我覺得那個是真的非常非常控油的 如果皮膚上有很油很容易出油 或者真的很油的情況 你可以選擇用Long Keep Base instead of這個 因為Long Keep Base我都介紹給我一個很油的朋友 他兩三年前開始用了 他用到廚家都要保持著 其實我覺得應該很合適 我自己用過都覺得整天都可以沒有油的 之後就到這個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有SPF25和PA++ 其實秋冬用都應該夠了 而且它有最大的賣點是10小時不變色 是否很吸引 10小時不變色 我稍後說一下它是否真的不變色 你買這個的時候 它會送一個粉底液給你的 有一個盒子裝著 找回我開口 就是這樣的 裡面的粉底液就是這樣的 你就可以用上這個Liquid Foundation 其實擠出來的時候 粉底液我覺得好像一個GEL的質感 我覺得它是很容易很容易推得很開 用一點已經夠了 而且它推出來的樣子是很自然很薄的 你不會覺得很厚 而且我覺得黑眼圈的遮蓋到一半 所以我是給它中度的遮蓋 如果你說你的臉非常非常多東西遮蓋 那這個不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說我臉好像我這樣 我有嚴重的黑眼圈 但我其他可能要遮蓋一點 這個絕對OK 因為它都遮得到一些紅色和黑眼圈 黑眼圈你再塗完之後 塗完一陣再上一陣 其實都OK 如果你不是我要完美 它都是OK的 這個粉底液還有幾樣東西值得讚的 其中一個就是它的Color Selection 我就用它07這個號數 其實我很少在日本公司買到一些適合的粉底 你現在看到我用了都沒有兩折色 都是很自然的膚色 而且它帶一點黃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亞洲人用 而且我真的覺得要賺 因為真的很少在日本公司買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粉底液 所以這個是很驚喜的 我覺得它選擇很多 另外一個值得讚的就是它的持久度 因為我覺得它都算持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譬如我要上班的日子 我早上7點去塗粉底液 然後到下午4-5點才鼻位有少少浮 因為其實我自己出油 變了不可以罵別人 我自己有少少出油 開始這個位置有少少浮 但至於是不錯的 因為情況真的很少 我用了一點點 然後再補粉 它可以再長幾個小時 我覺得它真的很長時間 另外一件事就是它的氧不氧化問題 其實它真的不氧化 它說10個小時是真的10個小時 因為我塗完 譬如現在我已經塗了大半天 塗了這個粉底 我去到再硬一點 我都是這樣的顏色 對 你塗的時候是什麼顏色 你10個小時之後都是那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真的值得讚 因為粉底液最忌諱的就是它會變色 因為你不想你塗完幾個小時之後 又變了黑面唇 真的不是很好看 我覺得這幾個都值得讚 有讚當然有彈 其實我一般喜歡它這支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了 Beauty Blender 是一顆的 我覺得很差一點 這個問題 其實它很貼心 它還給你一顆粉底液 但我覺得它的問題是 它這個粉底液太薄 而且有點不適合手 就是我要這樣去用 我覺得我自己都比較喜歡 用一顆的Beauty Blender 因為很差一點 可能我手指比較長 我開這個時候 我覺得沒有那麼特心應手 而且沒有那麼方便 而且它拉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像有點難度 如果它出一個Beauty Blender 我覺得會比較好 這個我就用了幾次 但之後我沒有用 我多數是用我自己的Beauty Blender 然後就到這個粉餅 這個粉餅當然要說一下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是限量的 要另外買 但它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那些女同事就已經說 哇哇哇哇哇 真的很漂亮 是甚麼來的 是拿到很多注意力 但就是100元一個盒 裡面的粉餅 其實我現在很少用粉餅 來做一個粉底液 但當然它的功能是有 所以我都試了 而且我會試給大家看 上面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它的粉餅 粉質都很幼細 而且很貼 它也有25度防曬 所以防曬各方面就不用擔心了 它都上了面之後 我覺得都沒有很粉樣的 都OK的 看上去都自然的 但我覺得它的遮瑕度 就沒有它的粉底液 那麼高 如果我給它粉底液 是中度的遮瑕度 我覺得這個是低遮瑕度 這個就有點失望 因為我以為它的遮瑕度會高一點 但你剛才看到我遮黑眼圈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用遮瑕膏 我只不過一邊面就用了liquid 另外一邊面純粹用了粉餅 你們都看到liquid那邊 是遮得好一點的黑眼圈 而粉餅那邊就遮得不太好 因為它們是同一個系列的關係 我覺得要讚的地方都差不多 例如Color Selection都很適合我 也不會白了一塊 我都選到很適合的顏色 而且它的遮瑕度都不錯 但又是幾個小時之後 會有一點浮粉的情況 如果兩隻去比較 我覺得liquid foundation 沒那麼容易浮粉 這個反而會早了 例如我這個是4點多才開始有一點浮粉 這個去到兩三點就開始有一點浮粉 但都不大問題 都是補一補它 然後再拍粉就OK 而且它真的不變色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 都是十個小時不變色 都不會變了黑眼神 我沒有那麼喜歡用粉餅當作一個Base 因為我覺得始終用liquid foundation會比較漂亮 我想教大家一個方法 如果你用了這個liquid foundation 其實不用怎樣塗碎粉都可以 很少去定妝 因為它自己出來的感覺都不會太黏手 其實你好像塗了一個lotion上面的感覺 所以就不需要用太多pressed powder或loose powder 但都要泡一點去定妝 一定會保持久一點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想用完這個再高遮瑕一點 那可以怎樣呢 我自己會是這樣的 很多makeup artist都會這樣做 就是用了liquid foundation 再用一個foundation的powder 即是這個 用掃在liquid foundation上面 所以你出來的效果 它可以幫你定妝之餘 再加多一點遮瑕 我自己就喜歡這樣用了 一口氣說完三個產品 不如做個總結 我得出來的結論是 我會比較喜歡這兩支產品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粉底 但不算它的口氣 因為我不太太關心它 其實我自己就喜歡這個bass 和這個liquid foundation 因為我覺得出來的效果 真的很貼、很薄、很自然 但它自然得來是長久 所以我很喜歡這兩個產品 但我會比較好用這個粉底 因為我覺得如果用它做一個粉底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那個感覺 因為我自己一向都喜歡用liquid foundation 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因為我覺得liquid foundation出來的效果是最自然的 但粉底始終都有點粉感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但如果用它來當一個pressed powder 或者lose powder加在這個粉底上 我自己也覺得OK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沒有太多出油 而你很喜歡那種很透薄、很自然 很有亮澤感的底妝的話 我就會推介這兩支產品 但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你要換一支bass 做long keep base 然後再用這個都一樣持久 所以就根據你什麼膚質 好,這麼快又分享完畢了 希望你覺得這個video有用 另外我會做一個粉底大傳 會說我家裡有粉底 然後分類 推介哪些對哪些膚質的朋友 那個要先等等我 因為我要籌備一下 還有想想怎樣表現 你們會比較容易明白 還有影片不要太長 那個就等等我 下次見啦,bye bye